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蒸雪梨作用这么厉害 家里有小洋人 验空气就像吞刀片一样的话 今天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 清测有效 今天这个做法是连皮一起吃 所以我们要用一点点食用盐 把去年吃剩的雪梨搓洗干净 洗净的雪梨切开头部 再用小工具把梨心挖掉 一个漂亮的梨中就做好了 准备一个带皮的白萝卜 先把它切成条 然后再切成片 最后把它切成肉丁 梨中加入花椒 一勺老冰糖 加满我家的自来水 盖上梨盖 第二个梨放一勺银耳碎 一个聚合红枣 七八个枸杞 一小勺老冰糖 加满我家的自来水 盖上梨盖 第三个放一勺萝卜丁 一个红枣 一小勺老冰糖 加满我家的自来水 盖上梨盖 第四个梨放一勺干百合 一个红枣 一小勺老冰糖 加满我家的自来水 盖上梨盖 放入蒸笼 重点是加入一个鸡蛋 扣上盖子 中火蒸30分钟就做好了 打开盖 这个是我们蒸的花椒 如果这两天 你就像吞刀片一样 这个做法 你可以试一下 清测有效 其他的做法 平时也可以多蒸着吃 对于我们的身体 有很多的好处 有需要的朋友 记得点赞收藏